刚刚我去买了一本书 Yuga the Science of Living by Osho 它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应该是关于瑜伽 它的一个哲学和它如何在生活中去应用 我们知道瑜伽并不仅仅是提示 它还有很多生活的哲学 其实瑜伽就是一套生活的方式 唱颂的课我去晚了 然后我就没有进去 但是很幸运的是因为今天早上的天气特别好 和之前的五周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去试一个幸运的选择 我现在就坐在这个斜坡上面 在这个斜坡里面上摆 コ中心要看 像个视频里面我搬到了一个轻旅 住了四天之后我决定再换一家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这家的公共环境比不像上一家那么文艺小清新 也不太有社区的感觉 不太容易认识新朋友 但是对当时有点设恐的我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我就想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充电 最开心的一点就是又可以看到费瓦湖啦 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水 还有开阔的视野 不过谁不喜欢呢 当当这就是我的房间啦 是不是很简朴 这是四个床位的女生房间 一天晚上是22人民币 是不是算得上穷油首选了 一瞬间在外面和其他房间的人共用 还好这几天人都不多 不至于排队上厕所 看到好的景色心情都敞亮了不少 自然是能够给我们能量的 顺便来记录一下伯卡拉的街头吧 现在这个时间大太阳当头人不是很多 如果要来尼泊尔旅行的话 最好的季节其实是三四月还有十月左右 尼泊尔的夏天实在是有点难熬 在青旅的公共区域看到了这样一幅壁画 出生地点 地球 种族 人类 政治倾向 自由 宗教 爱 其实这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真实 也非常的深刻 这个里面居然是干脆面 看看这是什么针和线 我从旅馆的manager那里借来的 因为我明天就要离开伯卡拉了嘛 然后我东西实在是太多 买了几本书 然后还有送伯 所以我需要一个袋子 然后这个袋子是瑜伽学校发给我们的 然后它已经断了 所以我需要把它们缝在一起 这样我就不用买新的袋子了 然后刚刚那个manager他是个男的嘛 他还跟我说 哦你会缝吗 我说我会啊我会啊 然后他还挺惊讶的 早上好呀 今天要坐大巴返回加德满都啦 记录一下伯卡拉的长途汽车站吧 比我想象的要干净有趣一些 在车站居然可以看到特别清晰的雨尾风 而且比之前都近 这就是伯卡拉给我最后的惊喜礼物吧 我的痘痘最近很严重 所以我都不想出镜了 但是 就是这样 昨天我在伯卡拉湖边买的两个面包 打算今天给车上吃 回城的时候我还有点恍惚 难道一个月真的就这样过去了吗 我一下长途汽车 一个浑身破破烂烂脏兮兮的男孩就跑过来 管我要东西 并且指着自己的肚子 表示自己很饿 我把剩下的面包给了他 他特别开心 旁边还有几个四五岁的小孩子和他一样 一看就是没有家的样子 我简直太幸运了 在加德满都唯一的一天晚上 订的一个轻旅 只有我一个人 太爽了 我本来就想着好希望有一点私人的时间 然后有一点private time 但是为了省钱我还是订了一个轻旅 这样的一个床呢 每天只要30块人民币 然后尼泊尔币的话是600块 觉得自己好幸运啊 而且这家轻礼居然提供毛巾 之前我在博卡拉住的两家轻旅 都是没有提供毛巾的 然后幸好我自己有带一个大的素杆毛巾 可以洗澡之后擦身体 总之就是今天的这个选择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我好开心 好幸运啊 Morning 现在是早上9点半 我今天早上6点40的时候就起来了 然后准备要出去吃一个早饭嘛 8点的时候出门 结果我走在路上 没有一个餐厅是开门的 然后我就只看到了一家面包店 我就过去买了一个面包 我问店主为什么都没有开门 他说在COVID之前 在疫情之前 大家都是六七点钟就开门 但是现在COVID可能游客比较少 特别是中国人比较少 所以现在都9点才开门 然后我就往回走 走回我的旅馆 然后在路上到了一个很好吃的早餐店 他的早餐就跟我之前在瑜伽学校吃的早餐 但是一样的水平 一块钱新币就差不多35块钱这样 尼泊尔不仅可以叫出租车 还可以叫摩托车 便宜又方便 特别适合单独出游东西又不多的情况 很多东南亚国家也都有摩迪服务 比如说泰国、越南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物价较低 摩迪比出租车要便宜很多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这边天气持续比较高温 比较适合摩迪产业的发展 像中国北方就没有摩迪 大冬天的在凛冽的寒风里面狂奔 就有点太受不住了 不知道南方城市的朋友们 你们那里有摩迪吗 刚才我还没有说完的时候 那个司机就来接我了 我现在已经到了猴子庙了 猴庙的本名是斯瓦阳布纳特寺 是一座有2300年历史的佛教寺庙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寺庙之一 比加德满都的历史都悠久 这里是加德满都必有的景点 来之前就听说这里的猴子非常多 没想到竟如此之多 无论是佛像梯阶还是树上 随处都有猴子 据当地人说 这些猴子是从文殊菩萨头发里的狮子变成的 所以这些猴子在他们眼里非常的神圣 有猴神之称 寺中的僧人还会专门喂养这些猴子 因此这座寺庙也被称为猴庙 寺庙中最神圣的就是这座四五十米的舍利塔 底座四面都会有佛眼 注视着加德满都的每个角落 象征智慧的眼睛 似乎可以看穿世间的一切 除了游客 还有不少专门来烧香祈福的信众 寺庙准备了不少游灯 还有一些阿姨直接在室外点上的灯 在藏传佛教寺庙里 转经轮也是少不了的 不过要注意 顺时针转才可以哦 今天天气好好啊 然后你们看城市超级清晰 看那边是什么 雪山诶 可以看得清楚吗 我现在订了另外一辆摩托车 要去一个著名的广场 广场的名字我会打在屏幕上面 因为我已经忘了那个名字是什么了 我来加德满都的时候 其实一点攻略都没有做 旅馆的小哥又推荐了四个地方给我 然后今天我需要四点半的时候回到旅社 然后打包我的行李去飞机场 好多鸽子呀 加德满都杜巴广场 是加德满都古地的三处王宫广场之一 曾经是城邦国王嘉免登基的地方 目前这里保留了尼泊尔16到19世纪的古迹 共有几十座寺庙及宫殿 由红砖砌成的建筑样式极具特色 我们可以在中国的旅馆吗 是的 你好 我从北京有很多朋友 1979年 加德满都王宫广场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我又跟着小摩托到第三站了 这里是满院寺 寺庙中心有一个巨大的佛塔 也是四面都有佛眼俯瞰四方 周围有环形的走廊 供游客和信众从各个角度瞻仰佛塔 布局很像拉萨大昭寺外围的八阔街 现在是中午两点 我一个人在大街上走着 要去我第四站 是一个师婆庙 据说是挺大的 刚刚的那个佛寺 外国人是20块人民币 这样印度人还有尼泊尔人 就是只剩5块钱这样就差很多 现在我走的这条路显然是一条没有游客会走的路 游客都会坐大巴或者是打车 或者是坐摩托车去景点 然后因为我现在没有什么现金了 所以我决定走路 我要去的这个师婆神尿 大概还要走15分钟这样 我觉得尼泊尔这边 特别是加德满都的话 确实就像大家说的 雾霾比较严重 污染比较严重 因为是个大城市嘛 然后就很多摩托车 而且本身这个国家 可能就是在山上嘛 就很多这种尘土啊 然后加上汽车尾气的那个烟 你就觉得好像我没有办法呼吸了 所以这边挺多人都会戴口罩的 但是都不是因为COVID 而是因为这边的污染比较严重 这边的本地人也都觉得 伯卡拉会比加德满都更好玩 更干净 而且它的风景会比较好 对我自己来讲的话 还有一个伯卡拉比较好的店 就是早上8点的时候 就有做早饭的餐厅 我现在在我的旅馆的天台上 因为我的房间已经被收走了 然后我等一下5点的时候就会打一个车去机场 一个非常便宜的地方吃午饭 我买了10个饺子 然后才花了7块5人民币这样 对真的很便宜 然后这家小店很好的 就是它的饺子是真的是现做的 整个环境就是超级超级超级的普通 然后刚刚我坐在这个天台上面嘛 我坐在这里 然后对面有施工队 在施工 就是这里 他们超级好笑这些工人 就我突然一抬头的时候 我看见有人在跟我打招呼 然后他们所有人也都开始跟我招手 跟我打招呼 就挺好玩的 可能他们工作也挺无聊的吧 然后刚刚我从吃momo 就是吃饺子的那个小店出来之后呢 有一个男的就过来跟我搭话一个本地人 就问我你是哪里人啊 就说我是中国人 然后他就说 哦你看起来很像尼泊尔人 很像就是西藏人的这种感觉 然后我跟他说 哦前几天也有一个尼泊尔人这样跟我说的 然后这个男生就开始跟我搭话了 他就问我哦你要去哪里呀 然后你有什么计划呀 我说哦我今天就要飞走了 就是我不想跟他有太多交流你知道吗 就是感觉他在跟我推销东西 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你想做一个body massage吗 全身按摩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来得非常的突然 而且非常的不恰当 非常的尴尬 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就说哦不用了不用了 然后他就说哦我是做这个 我是做这个的 然后我说我没有现金了 然后他说我可以免费给你做按摩 然后我就想说哦哇哦真的好奇怪 然后我跟他说 哇这是 so weird if you say you want to do a body massage for me it's already weird and if you say you want to do a free body massage for me this more weird this weirder ok and he was like oh you can always look for me then I was like yeah sure 非常搞笑非常尴尬 不过总体来讲我觉得在尼泊尔还算挺安全的 你拒绝他们的话他们也不会对你怎么样 然后好多时候我走在路上好多人就会真的盯着我看 特别是这些男的总体下来呢我觉得就是他们盯着我看就盯着我看了 但是他们其实不会真的过来会跟你说什么或者是真的过来费离你呀或者是抢劫你呀这种就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然后因为我的尼泊尔之旅已经到了结尾了所以我想说进行一下 小小小的总结吧其实我成为了一个合格的瑜伽老师然后这也将是我未来副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对 当然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需要去精进的部分在瑜伽上面然后另外一个收获就是送播客的收获学习了一些送播的疗法然后老师是把他所有知道的他会的都交给我们了清囊相受的感觉吧 这个小哥就是hostel的一个我不知道是帮手啊还是他们家的儿子怎么样的反正就是长得还挺帅的然后非常年轻 我问他你是不是十五六岁啊然后他让我猜最后我猜到了是十九岁就好年轻啊是这么小年纪然后就可以跟我说英语啊然后就可以去帮我安排房间啊之类的 之前在这边住的几家店其实好多时候都是这种还不到二十岁的小孩对对我来说已经是小孩了就是他们来去帮爸爸妈妈或者是帮店主来去管理然后去引导客户之类的 所以就觉得这边的孩子好像就是成熟的还挺早的当然我觉得中国也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况的但我觉得可能就是像我们这样城市里的孩子来说的话就可能不会有那种早当家的感觉 你也有关注来说话吗 我还要拍个视频 所以你会看几个视频吗 啊,没事吧,没事吧,我只是只想要留在这里 有人在这里,他们有点想问你 是的 你可以求他们招呼 那我也能再回去 小哥还挺害羞的 他还问我明年什么时候过来 对我来说,在尼泊尔这次另外一个收获就是 我明白了自己需要在人生中找到可以忙 不然的话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没有价值感 很焦虑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我意识到自己需要去面对人际关系的课题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也意识到了 我自己的一个状态 就是明明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 可是我却总是想要去追求完美 或者是我想了很多困难 可能遇到的阻碍 一些挑战 然后我就觉得好累 好难做 应该做不好 别人做得那么好 我能够做好吗 会有人喜欢我做的东西吗 对 所以就是这种心态 让我其实在很多时候可以去争取做一件事 或者是可以去把一件事做出成果的时候 我没有去争取 没有去做 所以就有一种把自己白白浪费掉的感觉 然后这也是我的一个课题吧 我也还没有完全的去学会 其实这个课题很简单 如何去克服这个课题呢 如何去学会这个课题呢 就我已经知道了 就是不要去想那些想法 直接就是去做就对了 做才是最重要的 想法永远都是在混乱你自己 永远都是停留在这里 只有当你去做的时候 你才能一步一步的去给到自己一个正的反馈的循环 然后呢你也可以不断的去在做的过程中去进行新的选择 所以你的路是在往前走的 如果你只是想 然后很焦虑 然后什么都没有做的话 你其实就是在原地踏步 然后把自己绕在一个圈圈里面 这样子就很痛苦嘛 非常感谢你看这个视频 现在是3月26号 不知道这个视频什么时候会剪出来 也许是4月26号 对 那我们就以后再见吧 拜拜 拜拜